今天要分享的是之前的 麥當勞的兒童餐的玩具車 卡Q車系列 這個系列好像之前最一開始是在 日本還是香港開始的活動 然後第一個這一個是 玉米車 玉米杯車 車子本身也有回力車的功能 就是基本的RQ車系列的功能都有 然後正面是這樣 然後除了車子本身因為它有附貼紙 可是本人並不打算把它拿出來使用 所以車子如果你本身不貼貼紙的話 它其實也有 貼紙是這樣 其實本身的橙色也還算不錯 這個好像是玉米車 然後本人那時候在買這個系列的時候 因為是在 好像是哪一款我忘記了 就是其中有一款 就真的很誇張是在 本人沒有要收集這一套 可是就是在其中有一天時 本人突然覺得還不錯 就想說要去收集這一套 然後後來 好像是它是每個禮拜三更新嘛 然後有一次就是在禮拜 本人在禮拜一的時候去詢問 然後那個時候整個北台灣不誇張喔 就是有一款 到底哪一款啊 反正就是第一個禮拜出的那兩款 其中一款 整個北台灣喔 從基隆三個吧 然後宜蘭 宜蘭的麥當勞 就交西投城 宜蘭 羅東 武捷 全部的麥當勞 然後 那個台北三重啊 中和那邊麥當勞 本人都詢問過 就是整個北台灣那一款都沒有 所以造成本人的朋友 從整個北台灣問到後面 問到桃園的一個叫大園 本人聽都沒聽過的地方有麥當勞 那邊才找得到 那時候缺的那一款 所以那時候本人真的是覺得 唉 購買這系列車真的是 真的要收集真的要盡早 不然到時候等車沒的時候很痛苦 然後第二款這一款應該是算 可樂嗎 應該是可樂車吧 就上面一個杯子 啊 單純的也是 如果沒貼紙的話 本身成色也是只有兩三種而已 然後貼紙在這裡 所以貼紙本身它有附吸管 個人是覺得很搞笑 這是可樂車 就飲料車啦 這是第二款 然後本人要開的 紫色這一個 是 這一款是什麼 這款就是 應該是那個 它的鞋子 就是麥當勞叔叔的鞋子的車子 的車子 正面是這樣 上面 側面 算是一個還蠻可愛的車子 唉 為什麼它很動 這個系列個人是覺得 還蠻值得收集的 你賣到同餐的 方式的話 它有些時候出的商品還不錯 然後 一樣也有貼紙 但本人就不貼了 然後這是第四款 第四款這個是薯條車 然後薯條車一樣有附貼紙 然後後面有跟你講 貼紙可以貼的位子 然後編號什麼的 基本上就 所以我本人都不想介紹貼紙啊 薯條車是這樣 基本就是一個白色的車子 後面載著薯條 然後這個好像目前停產 網路有人在賣 然後再來是第五款 也是這個系列 本人最喜歡的一台 漢堡車 海綿寶寶的那個 漢堡車 正面是這樣 上面 側面 側面 然後就看到一個肉片 跟一個起 那個起 那個起 後面是這樣 側面 也是這個系列 可能覺得最讚的一款 漢堡車 然後再來是 第六款 算是不錯的一款 就是麥當勞的那個兒童餐車 側面是這樣 側面 上面 上面 然後一樣也有附貼紙 這個貼紙就明顯比較少 除了就是有前面的車 的保險桿 跟後面麥當勞的標誌的車 然後再來是 第 這是第幾款 第七款 然後一樣也有附一個貼紙 它貼紙 它的貼紙就明顯比較多 這一款的貼紙比較多 這款的貼紙比較多 它是做成 直接把這一款做成一個麥當勞的 餐廳的外型 如果 車子遮掉的話 看起來有點像麥當勞的那種 餐廳 常見的那種 得來素餐廳的那個造型 所以它的貼紙明顯比較多 算這一款 本身造型就比較中規中矩 除了這邊有個麥當勞 其實還看不出來是個麥當勞 上面是這樣 正面 下面 然後再來就最後一款 這一款又是什麼 這一款則是鬆餅車 跟剛剛的薯條車 不太一樣 這邊看到有五片鬆餅在上面剪 後面是這樣 正面是這樣 然後一樣有附一個貼紙 所以這個系列 基本上都有附貼紙 有興趣的人 可以去網路上購買 好像不知道有些人 有辦法有那種通路可以拿到 這種貼紙 有喜歡的其實真的 這個系列個人是覺得還不錯 那時候好像 日本還是 到底是日本還是香港 剛推出的時候 本人就覺得很不錯 然後就一直在留意 想說台灣 基本上麥當勞的 亞洲區的東西就是這樣 這邊 推廣後 成效不錯 可能就會推到別的縣市 然後 別的國家 像之前 這個系列 有推過以外 像後面那個 和田基姆 的麥當勞組裝模型 大家也在等它 會不會推台灣版限定 大家就一起 努力等它吧 總計這八款